上班一整天就像被榨乾 根本沒時間喝水上廁所 回到家也只想貪在沙發上 叫外送吃 更別說運動 上班就很累了啦 平常會叫外送嗎 對 因為回家很多事情要處理 現代人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 下班時間就職小耍廢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每年約有兩百萬人死於懶惰病 懶得上廁所 懶得喝水 懶得下廚 懶得活動 懶得動腦 連漸漸都懶得去 但你知道嗎 這些行為通通很NG 現在的生活比較方便 以至於大家就缺少了運動 這些飲食也都是比較精緻外食 比較鹹 比較油膩 比較好吃 可是這樣的話就比較傷害身體 少喝水 所以可能容易滅尿到感染啊 或者是一些毒素排比較不掉 懶得上廁所 輕則引起膀胱炎 尿道炎 重則誘發肾炎 長期更可能導致尿毒症膀胱癌 懶得喝水不只滅尿到感染 更會加速膀胱癌找上門 懶得下廚 依賴外食 除了高油 高鹽 高糖 缺乏纖維素引發肥胖 也可能對腸胃造成刺激 引發大腸癌 外送熱湯 常用的塑膠袋 滿滿塑化劑 容易引起肾衰竭大腸癌 和代謝症候群 要是下班太累懶得活動 老鼠窩在家當沙發馬鈴數也很危險 有6%冠狀動脈心臟病 7%第二型糖尿病 10%乳癌和大腸癌 都是因為活動量不足或久坐 導致肥胖造成的 所以趕快起身動一動 別再攔下去了 免得癌症找上門 記者忠誠廖朝廷海岸才訪不到 台北十萬化區 近鄰台北車站和西門丁商圈 但隨著屋領增加 整體價格逐漸遞減 平均大約68萬元 而在新北市三重 重化區興建房價幾起直追 均價來到66萬元 既然兩邊房價差不多 一邊是台北 另一邊新北 到底怎麼選 專家推薦自住的話選三重 三重本身它是具有 重化區棋盤市街道 街景會看起來比較舒適 而且屋領也相對新 部分的房子可以說是 基隆河的河景第一排 卻又是北市的 大概是七折價左右 根據內政部實價登陸資料 今年四月到五月 新北市三重預設屋的 最高成交單價 早就佔上八字頭 五月更有88瓶中高樓層戶 早已總價3417萬元 扣除車位換算單價 就要每瓶88.2萬 三重房市活燙燙 房價一路標 新建案更傳出 單瓶開價100萬元的新高價 不過也有專家 從投資角度來看 選擇萬華 因為畢竟還是台北市門牌 而且捷運萬大縣正在蓋 將大幅改善區域風貌 捷運力多是房市一大重點 萬華因為它是台灣 早期發展的一個所在地 商業的活動上面 是比較頻密一些 可以觀察到很多的重大建設 跟一些重大歷史古蹟 其實都在萬華 三重因為這幾年 有很多重化區的推動 所以確實也帶動了 三重的一些繁榮 購物人下手之前 還是要先確定自己的目的 留意環境 走走看看 再做決定 記者黃天曜曹不寧 台北報導 阿帕特阿帆 空姐大跳最高 神曲阿帕特勁歌熱物 展現飛機上看不到的領一面 就是為了吸引大批民眾 台北國際旅展假日一開展 直接賽爆 想要去廣州的棒球場 看啦啦隊是嗎 對 日從台中來的 五點就起床 大阪想要看明年的那個 萬博博覽會 最多人封強的機票折扣 超多 亞洲航空線上旅展 台北飛吉隆坡 高雄飛曼谷 單程未稅零元起 華航全航線最低七七折優惠 香港未稅三千零一十六元起 長榮航空最低也有七三折起 桃園飛澳門來回未稅兩千四百零一元起 不少人更鎖定春節出國玩 關東的東京還有包含北陸 那以及北海道的部分 慢性的恢復跳價跟去穩定 所以整體來看 今年的價格 較去年其實持平 推出像是北海道的一口價三萬五 到底有沒有比較貴 年末團旅價格和去年比一比 今年日本四到五天 大約三萬到四萬五千元 而韓國今年也差不多 大約兩到三萬元 熊市推出首爾滑水五天 一萬三千九百元起 亦非旅遊日本九週四天 滿一送一一人 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元起 過年因為長長的假期有九天 芬蘭這邊的極光 詢問度相當的高 差不多有五成左右 最多人關注的住宿餐 雀也沙很大 台北美福大飯店行政客房 下沙四一折 兩人入住還彩繪四住早餐 六千六百九十九元 陽明山天賴度假酒店 萬用雀大三折 只要四千九百九十九元 JR東日本大飯店也推出五間 御膳買食送三 美味不到九百元 許多業者祭出最低優惠 但魔鬼藏在細節裡 下手前最合貨比三家 避免變成原大頭 記者張智平章 Terry台報導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就位在台北南港的世貿館 可以看到周末一大早 現場就擠滿了民眾 因為台北國際旅展盛大的登場了 一大早其實不到開幕的時間 開場的時間 就有很多民眾在這邊等候了 因為大家都想要出去玩 不過呢 今年到底最夯的地點在哪裡呢 我們實際來問一下現場的民眾 你們好 早安 早安 想問一下你們從哪裡來幾點到的 然後今年想要去哪裡玩嗎 那是台北人 然後大概早上幾點到 在這邊排隊 為什麼要那麼早到 你們是要搶住宿券還是機票 都想 大概最想要去哪裡玩 韓國 韓國 為什麼 因為想要去廣州的棒球場 是 就專門為看棒球賽這樣子 你們後面是有準備什麼小道具嗎 沒有 準備啦啦隊的道具而已 是 要去看啦啦隊是嗎 對 是 可以看到呢 現場民眾非常的熱血 還準備了一些小道具來進行展示 不過呢 到底現場今天人會有多少呢 其實從昨天熟熱的時候呢 就湧入了5.8萬人 那麼今天是假日 恐怕人會更多 傳出開賣不到三小時 就有千萬刷手來現身了 而且最高呢 是豪刷了一千五百萬 那麼花費百萬的 也有十多位的民眾 包含飛機票也非常的熱門 因為虎航旅展限定 全航線單程是未稅799元起 華航也推出全航線七七折的優惠 長榮航空澳門來回 韓稅五千多 那麼香港韓稅六千多 新宇航空更是推出全航線八五折起 根據觀光署統計資料 遠不近的人次 今年其實是有望突破一千七百五十萬人的 那麼旅宿業者也坦言 今年的國旅 確實沒有這麼的熱門 希望旅展的銷售量 可以達到去年的水準 那麼以上是旅展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畫面交換棚內